热情似乎的美女正在向男友所闻 却无意间看见了男友手指上有着婚戒的印记 女人如雷几顶 被欺骗的失望与痛苦 让她呕吐不止 当她失魂落魄的拟着袋子 准备将它们扔掉时 却又一次在全公司同事面前出尽了阳下 最终女人只能裹着三条毛毯 闪亮登场 这拉风的造型毫不意外 让她再次成为温斯的孝子 这个倒霉的女人叫伊丽莎 学生时代就被跳选为最丑美领 伊丽莎不想一辈子都受到别人的嘲笑 所以她拼命地改变自己 她吹起了大波浪 挤出了事业线 摘下了飞矿眼镜 在社交媒体以赞换赞 最后竟然真的一跃成为 有着26万粉丝的网络红人 并且伊丽莎的事业也节节高升 成为了公司业绩最佳的销售明星 伊丽莎本以为自己已经 从丑小鸭退变为白天鹅 然而飞机上接二连三地出丑 让伊丽莎再次自卑起来 听见别人吐槽阿三 也敏感地以为 他们在讨论自己 看似光鲜亮丽的伊丽莎 其实在现实中 根本没有真正交信了从 她向父子好友 吐槽一整天的鸡飞鸡跳 可是不仅没有得到安慰 反而被冷嘲热讽了一番 唯一陪在她身边的 只有人工智能 Siri 巨大的公主感 笼罩着伊丽莎 这一刻她意识到 各级需要改变 她想拥有真正的同意 第二天 一个叫亨利的男人 在人工大会上出镜风头 伊丽莎的眼睛瞬间充满光 如果她被这个男人改造 是不是也能夜盘徒生 然而 亨利是一个精灵 冷静的务实主义者 她对伊丽莎的请求施制 尽管伊丽莎言自恳切 亨利还是拒绝了她 没想到 改造两次 成功引起了亨利的兴趣 把一个讨厌无趣的社交部 自恋狂 改造成高贵优雅的妖词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亨利喜欢挑战困难 不过 亨利也很明确地告诉伊丽莎 于自己而言 伊丽莎只是一个需要可造的产纸 前台的黑妹 每天都会十分热情地 给所有人点招呼 然而伊丽莎 从来没有主动关心过黑妹 甚至不知道黑妹的名字 亨利让伊丽莎首先改掉 以自我为中心的坏习惯 学会和身边人 建立起良好的社交关系 伊丽莎十分僵硬地 完成了人生第一次 和别人主动的招呼 然而亨利并没有放过她 一句话就得罪人 这样的低群伤 让亨利无语至极 作为一个重度手机控 伊丽莎随时随地都盯着手机 这在原相处的过程中 是一件十分不礼貌的事 为了更好地改造伊丽莎 亨利想要对她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亨利终于意识到 自己这次面临的怎样一个 要从脱脱到尾 改造眼前的女人 确实太难了 然而上次的女儿 周末就要结婚了 上次让亨利务必带一个女伴参加 亨利只好硬着头皮 让伊丽莎跟着她一起参加婚礼 然而伊丽莎根本没有 这么优雅得体的衣服 而且她还是个月光族 这个紧要关头 根本没有钱吃换新衣服 无奈之下 伊丽莎只能求助平日里 并没有什么交情的邻居 布林不仅答应了伊丽莎的请求 还找来了读书俱乐部 其他小姐妹一起帮忙 看着其乐融融的女孩们 伊丽莎羡慕不 真正的朋友之间 就该这样和谐相处 在女孩们为辅神功的肯造进驻下 伊丽莎焕然恶心 当亨利来接伊丽莎的时候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眼前的女孩是如此优严的众人 公司的同事们也大吃一惊 然而好景不长 当金娘深情扛款地 向新郎倾入自己的满腔爱意时 游戏的音乐声打断了新人的誓言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伊丽莎身上 亨利非常生气 她再三要求伊丽莎 不准在婚礼上玩手机 伊丽莎却仍然我行我送 而且伊丽莎是她带来的女伴 丢人的不仅是伊丽莎 也有亨利的面子 因为婚礼上的意外 伊丽莎和亨利不欢而散 正当伊丽莎准备不再去交际 重新回归虚拟世界时 她发现前台坐着的不是夏莫妮 而是对方的儿子 夏莫妮卡向伊丽莎吐槽 儿子睡觉时的各种宝怪瞬间 伊丽莎也非常的捧场接耿 她突然意识到 自己正和夏莫妮卡 进行了一次无关自己的友好谈话 这就说明亨利的方法确实是有用的 于是伊丽莎来到了亨利家 诚恳地表达自己的歉意 傲娇的亨利没有将道歉的话说出口 而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她指着天空中连缘不断的细语 这正是伊丽莎最想说的时刻 伊丽莎猛地把亨利推到了空地中 让她一起感受夏雨天的歉意与自由 宾室前嫌的两人关系更亲密了一些 当亨利发现 郭斯的女同事对伊丽莎议论纷纷时 她连忙将和南庭市谈笑风生的伊丽莎拉斗 还脱下外套替伊丽莎折的 亨利非常地震惊 她被伊丽莎认识不过半个月 居然就见证了 卫风两段办公室恋起 亨利对伊丽莎派餐室的恋爱观 嗤之以异 伊丽莎却认为 亨利思想太老旧 不懂年轻人的事件 伊丽莎终于意识到她和弗雷迪 并不能犯真正的谈恋案 她询问亨利自己该如何做 才能让男友严肃对待他俩之间的关系 亨利建议伊丽莎 围绕一天到晚围着男人转 试着去培养一些其他爱行 听话的伊丽莎乖乖地加入了邻居的读书俱乐部 亨利是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 她从来不看朋友圈 也不玩脸书 同事们深深调侃 亨利是个老 亨利一气之下注册了账号 登上脸书的那一刻 亨利仿佛来到了新大陆 这是一个她从未关注过的事件 搞笑段子 治愈的片 美食烹饪 女优攻略 网络世界竟然如此丰富多台 亨利彻底沦陷 这时伊丽莎打来视频电话 向亨利报告她的进步 伊丽莎发现 老古板亨利居然开始玩起了脸书 于是调侃亨利 我要去偷看自己的前任 可是谁能忍住 不看前任的动态 亨利情不自禁地点开了前女友的朋友圈 惊讶她 生了小宝宝的同时 却发现自己的名字 出现了在照片上 原来亨利不小心在前女友的 照片上圈了自己 而她根本不会撤销 为了让男友更重视自己 伊丽莎听同亨利的建议 加入了读书俱乐部 然而从小到大就不喜欢看书的伊丽莎 待在这里 简直如做针毡 如盲在背 卢里磨兵 如梗在喉 这时亨利闯了进来 她在偷看前女友动态的时候 空小心在照片上圈了自己 而她根本不知道如何撤回 伊丽莎俐落地帮亨利撤回 亨利十分感谢 伊丽莎建议亨利发条信息 给前任解释清楚 亨利却认为 非面对面的沟通 会造成更多的误解 所以她选择直接跑到前任家解释 遵守三年 虽然亨利对奥利维亚不在执着 但也想知道 对方过得好不好 看着满脸洋溢着欢笑与幸福的奥利维亚 亨利由衷地为她考高兴 读书无法让伊丽莎忘记弗雷迪 她只能靠甜食来转移注意力 这时 伊丽莎看到了她的新朋友 夏莫尼凯 夏莫尼凯表示 今天是她减肥的作弊日 她准备饱餐一顿 这样才有继续减肥的动力 这让伊丽莎的眼睛瞬间有光 前女友的一方法 让亨利陷入了深思 这些年 她一直沉浸在工作中 才让奥利维亚离她而去 这时 亨利发现 伊丽莎发了一张 自己受伤躺医院的照片 她立马放下手中的工作 一个飞车 幸好 伊丽莎并没有答案 亨利悬着的一颗心 总算落了地 然而还没等亨利 多关心伊丽莎两句 弗雷迪就闯了进来 我带了你的电脑 那电脑吧 那是为什么 你还不返回我的电脑 所以 他们会带你回家 你可能会带你 是 是 亨利的方法 再次起了作用 伊丽莎非常开心 自己和弗雷迪的关系 更近了一遍 看着伊丽莎满脸洋溢的笑容 亨利不再当电灯炮 打扰两人 自觉地离开 然而伊丽莎不知道的是 亨利一直守在她家楼下 看着她熄灯睡觉 而且 亨利记得伊丽莎说的每一句话 比如 每隔一个小时 就得起来一次 进行康复训练 所以 亨利准备每隔一个小时 就比伊丽莎打一个电话叫醒 如果你愿意认真看着我 也许你能在我的眼睛里看到 我普版的外表下 音乐又炽热的爱意 亨利想帮伊丽莎成为更好的人 然而改造从来都是相复的 伊丽莎是个有名的网红 然而朋友的粉丝数即将超过她 于是 伊丽莎把周末的形成安排得满满当当 想让朋友继续做她的手下败价 亨利则建议伊丽莎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 比如帮助他人 伊丽莎却表示 不是人人都和亨利一样 是个工作狂 大部分人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 说周末 恰巧 夏莫妮卡就需要伊丽莎的帮忙 原来周末她要和久别的初恋约会 然而这样 海文就只能一人待在家里 所以 夏莫妮卡拜托伊丽莎照顾一下儿子 另一边 弗雷迪吐槽 亨利设计的橙色想象已经过时了 亨利力争据 被粉狠刺激的亨利 决定想出办法 帮橙色想象度过这次危机 伊丽莎十分愁疼 一方面她根本不懂怎么带孩子 另一方面 她还惦记着 朋友的粉丝数即将超过自己 凯文的话一语惊醒问中人 谁说在家里就没有办法嗨皮了 亨利收到伊丽莎带着凯文蹦迪的照片 瞬间无语 这丫头火然不靠谱 她赶紧来到了夏莫妮卡的家 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派对 原来伊丽莎和凯文 将夏莫妮卡的衣帽间 改造成了派对现场 连亨利都被辅助了 伴随着音乐的节奏 亨利也难得放松自己 凤跳起来 然而 另一件棘手的是又出现 伊丽莎和亨利 都没有讽孩子睡过觉 当伊丽莎关掉了屋内的电灯 凯文立即哭了情 即使伊丽莎和亨利 使出了浑身解数 也没有办法让凯文安静入睡 幸好 这时下莫妮卡打来了电话 提醒伊丽莎 在凯文睡觉前 给她准备饥 虽然伊丽莎输掉了 和朋友的粉丝属比赛 她却赢得了亨利的尊重 而且还照不好了 一个小孩子 这让伊丽莎十分满 就在伊丽莎 从熟睡的凯文手里 拉走鸡块时 亨利突然灵光一见 她想出了 让橙色小象 起死回生的办法 他们可以通过 发扬本来的缺点 来打败竞争对手 看着伊丽莎和亨利 搭配得天衣无缝 扶雷迪蹴地不行 然而 亨利的准运 再一次大获成功 老板在线颗CP 亨利却没有否认 看着伊丽莎的眼神 柔情似水 亨利收到了 去老板家贡献的邀请 她认为 这是一个生殖加薪 走上人生巅峰的好机会 伊丽莎无恙收到了邀请 亨利表示 伊丽莎肯定是 作为她的女伴受邀的 然而伊丽莎却认为 自己的工作业绩 也十分出色 为什么就不能是老板 对她个人能力的认可 伊丽莎非常的生气 立即就想转身走人 可是当她发现 一向淡定稳重的亨利 此时此刻 却流露出紧张的神情时 她意识到 自己需要留下来帮助亨利 两人就这样 住进了老板的豪华大别墅里 伊丽莎换上了 可爱的独角兽睡衣 思考明天想吃什么 亨利则在仔细地 擦拭自己的靴子 她花了三年时间 学会了骑马 她要在老板面前 好好表现自己 亨利在餐桌上高谈过论 老板一家人 却兴致缺缺 直到伊丽莎入座 气氛才重新活跃起来 亨利建议大家 去马厩及时消散 或者慢跑窃益 伊丽莎却只想在 躺在沙滩以上 接受阳光的洗礼 老板一家人 都支持了伊丽莎的想法 亨利想尽办法 找机会升职 老板却打断了亨利的演讲 让她去感受一下 大自然的鸟语花香 看着强颜欢笑的亨利 伊丽莎建议 她在今天结束前 破一件有意思的事 亨利后悔听了伊丽莎的话 这下她的生殖梦 彻底破灭 伊丽莎非常的难过 明年自己一心一意 想帮亨利 却受到了对方的指责 晚宴上 亨利姗姗来迟 她向老板道歉 自己搞砸了一切 然而老板却认为 这个周末不得十分有益 亨利最终还是骑上了白马 策马分驰 找到了她 而心爱 工作狂亨利 背景脾气变得越来越差 下属们苦不堪言 连伊丽莎也认为 亨利需要谈一场恋爱 来分散下注意力 然而 亨利却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爱情白痴 咖啡店的女孩暗恋 亨利一惊 在亨利点餐的时候 多送了她一份曲奇饼干 亨利却并没有意识到 这是对方在表达好感 反而直言 自己不喜欢吃曲奇 伊丽莎不想眼睁睁看着 亨利孤独终老 于是 她和夏姆尼特一拍集合 准备帮亨利办一场相亲大会 第一届准备就绪 就缠满准绝了 于是伊丽莎 来到了亨利办公室 向她发出了邀请 亨利虽然不知道 伊丽莎这个机灵鬼 又有了什么天马行空的想法 但还是准时赴约 本以为是两个人的约会 没想到是一群人的狂欢 当亨利知道 这场派对 是为她准备的时候 她怒不可乐 亨利道歉 却看到亨利和一个优雅的书女 拦住同一辆滴视 两人相谈甚观 显然女人是亨利喜欢的类型 对于伊丽莎而言 亨利是她唯一的朋友 两个人经常待在一起 却什么都没有发生 伊丽莎本以为 两人的友谊十分毛布 没想到 如今她想进亨利的办公室 也会被秘书拦住 伊丽莎猜遍了公司所有人 可是门打开了才知道 亨利会面的 正是那天晚上 一起做滴视的短发书女 看着神采奕奕的亨利 伊丽莎却感到莫名其妙的奋 亨利不理解伊丽莎 为什么会生气 在她看来 朱莉亚是很适合自己的恋人 她们爱好相同 又默契十足 同时告诉亨利 所有女人都十分爱吃醋 并提醒她 有了朱莉亚后就要 和伊丽莎保持距离 另一边的伊丽莎 开始反思自己 是不是过于小题大做 即使亨利有了女朋友 她们两人的友谊 对不会发生改变 邻居却表示 伊丽莎没有想过 她之前最好的闺蜜 在谈了恋爱后 就和她见行见人 原因是她不喜欢 闺蜜的男朋友 而闺蜜选择了恋人 抛弃了她 邻居的话 让伊丽莎惊慌失措 她可不想失去 自己唯一的福利 第二天 伊丽莎一到公司 就找到亨利 对自己昨天的坐鸡子 应道歉 亨利刚想和伊丽莎保持距离 没想到伊丽莎 立即迎来了心想症 老板让她主持公司的重要会议 不善言辞的伊丽莎 此时非常需要亨利的帮忙 然而亨利忙着约会 根本没可以搭理她 于是 伊丽莎故意在 朱利亚工作的网站上写差评 想让亨利觉得 朱利亚并没有那么好 没想到她幼稚的行为 差点毁了两个人的影印 亨利本想晚饭结束后 就赶去伊丽莎家 当她准备演讲稿 却发现朱利亚情绪低落 一问才知道 朱利亚在网络上 被人恶意兵机 亨利瞬间就明白 是谁干的 她怒气冲冲地来到伊丽莎家 指责伊丽莎 不应该破坏别人的事业 看着大发雷霆的亨利 伊丽莎知道自己 这天弄过头了 她连忙道歉 然而亨利却对她大失所望 为了挽回唯一的朋友 伊丽莎主动给朱利亚 送了道歉蛋糕 并决定独自完成 工作上的惩犯 当亨利看见 蛋糕上熟悉的名字后 还是心软了 她主动向朱利亚 喊白了两人的影印 在朱利亚同意后 亨利立马赶到了活动现场 看着演讲台上 星光熠熠的伊丽莎 亨利十分欣慰 两人兵释前嫌 重归于好 弗雷提突然提出 要带伊丽莎见家长 两人虽然相处得不错 但并没有真正交心 伊丽莎勉强答应了下来 因为加班太晚 伊丽莎没有时间回家 换更正式的伊丽 于是亨利脱下了自己的外套 给伊丽莎应急 伊丽莎来到餐厅后 却坐立难安 弗雷迪的父母 都是热情和蔼的人 然而 自己和弗雷迪在一起的时候 不是在各自玩手机 就是在锻炼身体 他们没有更深层次 灵魂上的共鸣 伊丽莎终于明白了 自己真正喜欢的是谁 那个和她在雨夜里 一起打闹的人 那个陪她一起 在垃圾桶边吃饭的人 那个踏着脚跃 骑着白马来寻他人 那个紧紧搂住她的腰 就让她面疯而吃 心疯不已的人 那个总是鼓励帮助她 变得更优秀的人 当电梯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伊丽莎见到了自己 惺惺念念的男 女人在电梯里 向男闺女大的告白 亨利虽然婉拒了伊丽莎 但是她飘忽不定的眼神 还是出卖了 她内心真正想的 伊丽莎胸有成竹 她知道亨利动摇了 第二天 伊丽莎一来到公司 就迫不及待告诉夏莫妮卡 她爱上了亨利 作为朋友的夏莫妮卡 却并没有为伊丽莎 感到高兴 我相信 亨利对自己一定有感觉 伊丽莎对风利的追求 热烈越直接 然而亨利却处处躲着伊丽莎 伊丽莎只好冲进亨利的办公室质问 看着装幅度的风利 伊丽莎直接把话挑吟 亨利磕磕绊绊 也不知道如何回复 只能表示自己需要时间考虑 亨利倒是不是在敷衍伊丽莎 这是她人生中 头一回如此纠结 亨利终于坦承了 他对伊丽莎的感情 没想到 却在公司年会上 碰到了伊丽莎的前男友 清场失忆的弗雷迪 忍不住向亨利轻敷 弗雷迪的话 如同一盆冷水 焦醒了亨利 本想大胆尝试的亨利 再一次打起了退堂股 所以当伊丽莎再一次跑来 询问亨利的答案时 亨利直接拒绝了她 伊丽莎觉得 亨利可怜又可悲 至少她能坦然地 面对着自己的感情 而亨利只敢躲在 所谓的安全牌后 永远不敢直视自己的内心 就在伊丽莎伤心欲局 想要离开时 朱利亚正好出现在了两人面前 伊丽莎找了个借骨离开 却发现 亨利没有去追她所谓的女女友 而是一路跟着自己 如果你能追求她 你封锁地恋着我 然而 亨利还是推看了伊丽莎 并表示 朱利亚在楼下等她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 亨利三番两次地拒绝 让伊丽莎痛恐不堪 她只能用悲伤的歌声 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月亮不会奔你而来 但有人会向你坚定地走去 亨利教会了伊丽莎成长 教会了她 如何刻骨铭心地去爱 一夜狂欢后 伊丽莎又重新回到了弗雷迪的怀抱 可她不知道的是 亨利根本没有去追朱利亚 而是躲在酒吧和闷景 最后毫不意外地 收到了朱利亚的分手电话 亨利的感情克制又永远 伊丽莎是她日复一日的 生服中唯一的便选 是她宣事区之外的惊喜 她能包容她所有的不完美 却害怕她不是真正的爱她 所以只能将这份炽热的爱意 也藏在心 原深情倒白难闺蜜 却惨遭拒绝 更干大的是 两人还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抬头不见低头店 于是伊丽莎决定 模仿学生时期笑话的做法 作为锋利和伊丽莎共同的好友 夏莫妮卡很清楚 两人还互相在意着对方 所以主动牵线 希望两人和解 亨利也率先做出了让步 然而伊丽莎依旧不肯理她 然而伊丽莎只是在故作坚强 磕得鸣顶大醉的她将袜子 汉堡全部扔进了马亭里 导致整份公寓的下水道堵塞 加上本就拖欠了好几月的房租 任无可忍的房东 将伊丽莎扫地出门 伊丽莎只能找夏莫妮卡帮忙 然而夏莫妮卡作为单亲妈妈 还养着一个小孩 实在爱慕能助 于是让伊丽莎去求助亨利 然而 细效一直在公司名列前茅的亨利 这次却破天荒地得了个推特 老板告诉亨利 是因为有同事给了她负面品价 由于这个误会 伊丽莎没有办法找亨利帮忙 她只好便卖一些自己的宝贝 然而 这也只是杯水车薪 亨利看出了伊丽莎的窘惑 她询问任师傅的同事 那个给她写差评的到底是不是伊丽莎 然而同事表示 既然是逆离 就不能透了 亨利意识到自己错怪了伊丽莎 她正准备伸出援手 却发现伊丽莎就躺在自己办公室 亨利看着伊丽莎一桌的账单 不孝不得 亨利只能让伊丽莎住进自己家里 伊丽莎正暗自窃喜 亨利却表示 她会去朱利亚家住 此时的伊丽莎并不知道 亨利已经和朱利亚分手 实际是独自一人住进了酒店 安顿好一切 亨利并给伊丽莎去了电话 亨利的谎言 下一秒就被戳穿了 伊丽莎瞬间明白了一切 得意地笑了 第二天 亨利就把伊丽莎的账单 整理得紧紧有条 并表示 她已经和公寓的负责人谈好 伊丽莎不仅可以搬回去住 还能暗认付房租 伊丽莎询问弗雷迪 为什么不在自己 无家可归时收留她 弗雷迪表示 因为她知道 伊丽莎不想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 如果她这么做了 伊丽莎可能又一次甩了自己 伊丽莎若有所思 是的 她的内心仍然在期待亨利 亨利无意间发现 给自己写差评的 竟然是自己的小秘书 她开始各种好好查理 查理受宠落惊 连忙承认自己那天是心情不好 还给亨利的她差评 漂亮的红发女人送出飞吻 背面的两个男人 却同时接住 事情的起因是 弗雷迪非常不满伊丽莎对亨利言听计同 正巧公司要举办一场 十公里的泥浆长跑比赛 而这项运动恰好是弗雷迪的强项 所以她向亨利发起了挑战 虽然亨利并不擅长泥浆长跑 但是她也不想就这么认输 她仔细研究弗雷迪之前的比赛视频 却被伊丽莎发现 大丈夫能屈能伸 为了赢得比赛 亨利还是让弗雷迪训练自己 这可把弗雷迪乐开了花 平时都是亨利指挥别人 现在轮到亨利对自己言听计算 好在弗雷迪也没有那么不靠谱 还是带着亨利认真训练起来 到了比赛当天 两个大男人为了捍卫尊严与爱情 在赛场上拼得第一死我 眼看弗雷迪领先了自己 亨利心急如焚 加速翻过了障碍 却不见了弗雷迪的身影 然而就在下一命 很快亨利就占了上风 亨利和弗雷迪谁都不肯放弃 最后同时越过了终点 既然不分胜负 两人决定无计前嫌 迎归于后 亨利沙看着变得轻易的亨利和弗雷迪 动出了维吻 两人却同时抓住 然而他们只是并列第二 真正的冠军 竟然是最冷门的夏莫尼卡 这天 亨利建议亨利沙找一个楷模 亨利沙首先想到的是同事穷 穷的人生阅历非常丰富 但是古板 岁月静好的生活 显然不是亨利沙想要的 亨利沙又找到了夏莫尼卡 然而夏莫尼卡 却果断拒绝了她 于是 亨利沙想到了学生时代的校花柯林 自己女人变漂亮 就是为了像她一样有人注入 果不其然 如今的柯林 依然是人生人家 事业也成 家庭美满 不仅有一个帅气老公 还有两个超级可爱的孩子 简直就是亨利沙梦想中的生徒 然而 亨利却不认为 柯林会是一个好榜样 可亨利沙却很坚持 不断帮柯林说好话 于是亨利决定带着伊丽莎 亲自去见见柯林 很快 两人便来到了柯林的新书签售会上 柯林煽情地讲述着自己的创作之路 伊丽莎却越听越不对劲 伊丽莎愤怒 柯林竟然盗用了他的故事来包装自己 他立刻起身质问柯林 为什么要做一个骗子 伊丽莎被保安赶了出去 他气得本身发抖 发誓要揭露柯林的真面 看着伊丽莎脆弱的模样 亨利心疼慧 亨利追到了伊丽莎家 鼓励伊丽莎重新振作起来 第二天 恢复了云气的伊丽莎 便带着亨利 去找柯林对质 柯林也终于认出了 眼前这个红发美女 竟然是他曾经的 丑小鸭同学伊丽莎 伊丽莎直面了自己内心 最大的阻碍 于是他决定鼓励亨利 去挑战滑板运动 亨利虽然对滑板的书面领论 嘔同时道 但是在实操上却粉一般 所以当他滑下去的时候 直接摔倒了车巴 但是亨利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 仍然鼓舞了伊丽莎 伊丽莎终于意识到 她根本就不要什么榜样 她就是自己最大的榜样 亨利和伊丽莎 一个隐忍克制 四月下轻竹 一个热情似火灿如玫瑰 哪怕整部剧都没有一个吻 却处处透露着 我爱你 他们互相治愈着彼此的灵魁 互相成就更好的自己 他们就是最佳祖则 然而 不识到最美味的时候 并戛然而止 老尾就是山猪吃不了西康